大家好,我是小颖 已被拉入黑名单的三种食物 看似干净,实际很脏,聪明人从不碰 虽然说人是铁,饭是刚,一顿不吃饿得慌 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吃早已不再只是吃饱肚子而已 吃得好,吃得有品味,吃得健康 这才是我们现阶段最为关心的问题 但俗话说得好,买得不如卖得精 所以,无论我们如何关注饮食健康 却总是无法彻底杜绝 就比如,有很多食物,看上去非常干净 但实际上却很脏 既然无法发现,那只能光凭经验来论老 对此,小编总结了三种这样的食物 今天就介绍给大家 第一种,烤火退肠 想必这应该是最具争议的食物了 被放入烤箱里的烤肠 基本上是密封的 就连我们要买的时候 老板都要小心翼翼地用夹子从里面拿出来一根 生怕碰到其他的烤肠 将它们弄脏了 甚至有的都要戴着一次性手套来替我们拿烤肠 可以说是非常干净老 这样看来,烤火退肠确实是非常干净的老 即使是趁着我们不注意 往里放的时候用手拿 那也是没事的 毕竟经过了高温 足可以将这些细菌杀灭 但这一切并不能说明烤火退肠就是干净的 因为它的重点在于制作火退肠所用的原材料上 众所周知 现在市场上的猪肉价格 即使降价也还是不便宜的 而一根烤火退肠的价格 却仅仅只有一块钱或者是两块钱 去掉猪肉的成本 电费 人工 场地费等等费用 老板岂不是赔死 所以 这些一两块钱一根的烤肠 根本不可能是猪肉做的 据说 里面至少有一半的成分是鸡皮 鸭皮 碎骨头等杂物 如果是一些黑心的厂家 或者是小作坊 那里面乱七八糟的杂物会更多 甚至 说不准还会有死猪肉 或者是狐狸肉 雕肉等等 说到这 你还吃得香吗 所以 烤火退肠虽然看似卫生干净 但却实际很脏 并且是让人无法接受 第二种 关东煮 关东煮 是一种来源于日本地区的特色料理 将各种不同的食材 放在互不相同的铁格子立住 煮熟了之后 或者是原味 或者是沾着芥末吃 或者是沾着辣椒酱吃 等等吃法 都是非常美味的 它们既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也可以隐藏在闹室之中 而当它流行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我们似乎更喜欢将它视为一种很有风味的小吃 夜市上 超市里 便利店里 随处可见它的身影 可以说是深受男女老少的喜欢 并且 我一直认为 关东煮是非常卫生的食物 毕竟一直放在锅里高温煮着 就连盛放关东煮的小盒子 都十分的精致 直到偶然的一次 我彻底放弃了这种观点 那一次 我去便利店买关东煮的时候 恰巧卖完了 在我去选瓶装水的时候 我回头一看 服务员正从桌子下面的冷冻柜里 往外拿关东煮 然后就直接放到铁锅里了 关键是 铁锅里的水一直就不沸腾 充其量是热 也就是说 关东煮其实不是被煮熟的 而是被热水解冻后 自然烫热的 这样的话 很多细菌等脏东西 都无法通过高温消灭 吃起来非常不卫生 另外 铁锅里煮关东煮的水 其实也是一直不换的 只不过是不断地往里加水而已 所以 这样也是非常不卫生的 第三种 烤冷面 有一次 我去为女儿买烤冷面的时候 恰巧卖烤冷面的店刚开始营业 烤冷面的铁板上 还泛着油光 相信肯定是前一天营业结束的时候 老板没来得及清理 原本以为老板会清理一下在烤 但恰恰不是这样 老板直接在铁板上浇上油 把冷面放上去就开始烤 同时 由于开着窗 铁板暴露在风口里 秋风吹着灰尘直接落在了铁板上 我突然间觉得没食欲了 原来 烤冷面虽然看上去光鲜亮丽 吃起来味道诱人 但实际上 却是很脏的食物 以上这三种食物 是小编见到的表面看上去很干净 但实际上却很脏的食物 相信聪明的你看到这 也对它们没有食欲了 没错 这三种食物完全可以被拉入黑名单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